空氣清淨機的濾網需要更換時會有提示 那車子呢? 引擎濾網阻止灰塵進入保護引擎 空調濾網維持車內清新的空氣 我是Anderson,今天跟大家分享 Ford Fusion的引擎濾網和空調濾網怎麼更換的吧 先要查詢自己愛車的濾網規格再購買 通常是大概12000-15000米的時候更換 可以依據外在環境和空氣品質狀況 我大概是10000米左右的時候更換的 先講簡單的,引擎濾網 首先,引擎濾網是在引擎蓋底下的這個位置 螺絲是新型的,所以需要對應的起子才能打開 打開後將舊的濾網拿出來 新的放進去後按照卡榫的位置放好就好了 這不是很簡單啊 再來講手續稍微複雜一點點的空調濾網 它的位置是在副駕駛座的手套箱後面 先用起子將旁邊的飾板拆開 然後小心的將手套箱上面的飾板 按卡榫的方向拆下來 小心不要把卡榫弄斷了喔 再來是這裡,有四個固定螺絲要拆 分別在這四個位置 先拆上面兩個比較容易的 再來拆右下方的這個位置 最後這個螺絲的位置比較難找 要躺在副駕駛座的踏墊 往上就可以看到了 再來就可以將手套箱整個拆下來囉 裡面長這樣 空調濾網就在這個的後面 左右兩顆螺絲鬆開後 就可以從上面把這兩個往下打開就可以囉 把舊的空調濾網從裡面抽出來 新的空調濾網看好透氣方向 也就是文字的方向不要倒立就可以了 然後用兩手從左右兩邊抓住 平均施力慢慢放進去 可以比較一下新舊濾網的狀況 這樣就完成啦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呢? 一起動手做做看吧